莫里森在签署仪式上,形容今次构建是大胆的计划,亦是澳洲在和平时期最大一宗国防投资。 帕利则指,是此协议反应法澳两国长久以来的互信和右翼。 该批潜艇将由前称DCNS的法国9公升产生海军集团Nagal Group,在南澳省澳斯本造船厂兴建,以取代澳洲海军日益老化的科林斯级潜艇。 所以积潜艇是法国最先进前线,为由于要符合澳洲政策,由原来的核动力改为财优推进。 莫里森同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活动上,受此提及将于5月中旬举行的大选,指大选关乎未来十年澳洲会是一个怎样的国家。 他自诩由他领导的自由党政府,能令国家经济强大,确保国家安全。 右击讽工党党魁肖特,在国家安全问题上,犹如开车磕淫粉,因为工党支持通过法律,容许医生决定,是否将在离岸间避免的难民,送到澳洲本土接受治疗,犹如打开让难民进入澳洲后门。 声明说,这批潜艇将在未来几十年,保护澳大利亚的安全和繁荣发展,并能加深澳大两国在国防领域的关系。 其中,第一艘潜艇,在2030年前后交付。 声明还表示,这一批潜艇是澳大利亚900亿澳元,约合638亿美元,国家造船计划的支柱。 根据该计划,澳大利亚未来将建造54艘海军舰艇,从而满足该国2016年国防白皮书中阐述的战略是,要并带给澳海军,在一个不确定的时。